大家好 晚安 明天會不會刮風下雨 氣象台可以幫你預測得到 股市明天 一個禮拜 一個月後 到底會漲會跌 也可以透過基礎分析 事先預測得到 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氣象台 我是顧得頭顧高博捷 今天大盤 夠刺激 昨天晚上 美股重挫 美股重挫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會睡不著覺 不過今天 我直接給大家下一個定論 今天是給投資人上了一堂課 怎麼說 因為今天的台股 開低之後走高 因為看到是美股重挫 甚至是昨天晚上傳說 伊波拉病毒入侵美國 大家緊張得要命 這個時候基本上你 第一個在9點開沒開盤前 你會怎麼想 你會說完了 這個盤 這個行情一定還會跌對不對 大部分人都這麼想 不過今天 卻是又開低走高 今天啊 台股又幫散戶上了一課 上什麼課 就是我之前跟你講的 情緒控桿的這門課程 情緒控桿 當今天開盤的時候 你很恐慌怎麼辦 是不是要殺股票了 或者你真的去殺了 但是群修共款這個課程 會一直在股市當中 一直在考你 一直在模擬 一直在跟你考學分 如果你考不過的話 你學分還是被當掉 考0分的話 那你不要在股市當中 投資真的真的 因為你會賠不完 好 我們回歸正題 這個行情 為什麼今天會開低走高 這一陣子來 每天我透過技術分析告訴你 你要了解大盤的結構 大盤的邏輯 你就很清楚知道 你會處變不驚 泰山壓頂 處變不驚 今天就是用這句話 來形容今天的大盤 好 怎麼看出來呢 這一陣子我告訴大家 你要注意半導體 因為裡面我說過了 大盤如果三天破底的過程當中 有個類股它三天不破低 好 甚至領先上來 那它就是主流股 大盤就會因為這個主流股帶上來 大盤就因為這個主流股被帶上來 聽得懂 我一直教導大家這個觀念 好 那我跟大家說過就是說 有時候技術分析就要客觀來看說 當前兩天是不是台積電確認W底 我們一定要客觀來看 接下來它是不是確定了 確定了嘛 確定了嘛 所以今天既然是確定 那台積 我一直教導大家說 如果今天大盤漲300點 台積電漲停板 請教大家 是因為大盤大漲300點 帶動台積電漲停板 還是因為台積電漲停板 帶動大盤漲300點 這個邏輯你要分清楚 當然就是全資股帶著大盤上去嘛 好 那你今天看到台積電確認底部之後 那當然還要再去仔細觀察裡面的結構 我們說到了人氣指標 股王今天走這樣 大盤雖然開低喔 它馬上拉到 馬上拉到平板上 所以我不知道你看 這個四個小時的盤 你看的結構是看什麼 是看你的股票漲跌 跟著情緒這樣子起起伏伏 還是你去看結構說 它其實就是強勢股 會拉起來 拉起來的話 對大盤並不會有影響 這就是人氣指標股 這也是我告訴你說 你要看結構 好 再來今天還有一檔 基本上我今天應該不要談它的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都會談它 當它大漲的時候大家會談它 但是我的個性是 在還沒漲之前 我告訴你它還會漲 但是我今天要用另外一個方式跟你講 它叫做華雅科 華雅科今天大漲有沒有 大盤今天大跌喔 大盤一開盤開低喔 它居然是開平盤之上 那我們要討論的是 來 導播這邊 最開盤點是什麼 這裡 45.9 它為什麼會開在45.9之上 你知道嗎 你看看嗎 你看不懂對不對 昨天晚上 感謝大家來索取這份資料 這裡面寫得清清楚楚 但是你拿到你會不會用 我給你認真看看 來 昨天送的這份資料 你如果拿到的話 來你看這裡 這個華雅科 壓力在45.8 45.8 好 你記好這個點數 45.8代表什麼 那來今天開盤點在哪裡 45.9 它一開盤直接過了壓力 代表一個意思是什麼 我們說到這個控盤者 這一檔股票控盤者 企圖性很強 就是過那個壓力 過壓力之後呢 就是一路上 一路上 那如果你有拿這份資料 你當然會知道說 它的賣點還沒到 因為這裡的賣點在這裡 你自己去看嘛 你昨天有拿到的 自己去看 好 OK 好 自己去看 相對的 我要跟你講的是說 其實你拿到這些保障之後 你要會懂得去運用它 因為它裡面 意涵了很多的精髓在裡面 好 當然就華爾克漲上來之後 你會認為說 我跟你談了半導體 好 檔檔上來 每一檔都上來之後 好 那這個大盤 當然會開低走高 但是呢 還有一檔股票 它今天是 叫聯發科 我們還是要跟大家追蹤一下 這個部分來 你看它 它今天走這樣 所以跟大盤一樣開低 後來又走高 看起來是整理對不對 看起來是跟大盤同步 沒有錯 那我之前跟他講說 這就是指標股 那今天 我們要看的是什麼 這個 來 看它的這個量 它量縮 來 特寫 量縮 好 但是價是小跌修正 小跌修正 因為它是強勢股 大盤三天破底的過程當中 它不再破底 它就是領先股 它今天休息是為了 接下來 很多的股票在今天 明天開始開高的時候會整理喔 那它要接棒 它還要繼續接棒 聽得懂意思 好 所以它要繼續接棒的時候 你手腳要快喔 接下來它會怎麼走 好 就算你昨天拿到的這一份資料上面 有寫到壓力 支撐壓力 但是重點是投資朋友會問說 到底怎麼做 到底怎麼做 有時候那個差價該怎麼做 你的手腳要快 我只能講 接下來你的手腳要非常快 要非常快喔 不要當大家開始追的時候 我們在賣 那你又跟不上了 你懂意思嗎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的話 你等一下去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好 這連發課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之外 再來 之前我也跟大家講的一個叫做 大力光 那這個大力光我還是要跟大家交代一下 畢竟今天它漲上來了 因為那個低點我們有跟大家講 說它避開之後它會反彈 那上來之後 我還是要呼籲大家 明天開始有些股票 它已經即將工程升退了 因為它量縮掉了 你短線上手腳要快 手腳要快喔 不要追高 不要追高 我很怕你又錯失了 有些事情我會先掌在前面 讓你去體會 到底是什麼問題 那還有一些股票 我還是透過一點時間 因為今天畢竟蠻重要的 今天可乘 來 可乘 它也量縮 好 那今天高點在哪裡 來 我們來看一下 特寫 286 為什麼碰到286過不去 你昨天來拿這份資料的 來 看可乘 壓力在哪裡 欸 286 好 那好 你知道壓力 它會不會過 你知道嗎 從這裡來看的話 286會不會過 還是要先回下來 你手上如果套在這個可乘的話 就算這份保護給你 你也不會操作 你可能會覺得說 到底要怎麼做 你會有疑惑 對嗎 等一下我們來談這個部分 只是說 我跟你講手腳要快 我今天要進入第二個階段 第一階段你看到了 我們講的一個半導體類股 華雅科 我領先跟你講之後 接下來聯發科也上來之後 大力公安上來之後 台積電也上來之後 接下來我要跟你談 一件事情 因為這昨天 大家都在談這件事 基本上我不太去談這件事 因為它會嚇唬你 但是我一直標榜是說 當市場在恐嚇你的時候 恐嚇什麼 美元狂飆 亞洲貨幣進貶 意思就是說台幣貶值 外資要匯出 撤出會恐嚇你的時候 在這個時間點我要跟你講 你要做好群聚控管 不要被市場引導 不要被市場引導 因為你要透過基金門去看 是不是真的這一回事 所以我今天要跟你講說 自第一波 我們掌握第一波的一個 主軸上來之後 第二波的主軸你要注意了 我就跟你談匯率 最近 不只是台幣貶 亞洲貨幣都在貶啦 韓元貶的比我們還要多啦 日元也貶啦 大家都在討日元 但我們台幣也有貶啦 這條就是 往上就是貶 往上就是貶值 好 你看到貶值 那你會害怕說 外資要撤出去了 要撤出台股了 你會擔心害怕 很恐慌 我還是建議大家 你把技術分析學好 你就會知道說 看看裡面的道理是什麼 所以我跟大家談一個邏輯 你注意看 好 我們台幣貶值 站在經濟學的角度 它是有利於出口 有利於出口競爭力 對出口廠商來講的話 會有所謂的匯兌收益 懂嗎 匯兌收益 那對誰有利 我們現在電子業大部分 都是以出口為導向 尤其是電子五哥 電子五哥嘛 什麼鴻海 廣達 華碩 鴻基之類的人寶 好 那我跟大家談是 這裡看到的是貶值 那升值呢 第二季的時候是升值喔 你看從這裡一直升 一直升一直升 升值代表就是說 不利出口 對出口廠商的話 可能會有所謂的匯兌損失 匯兌損失 好 那第二季的時候 來你看喔 這第二季的匯兌損失裡面 從這裡來看 哇 都電子業 鴻海 人寶 沒錯嘛 鴻鴻達 都是電子業為主 它有匯兌損失 匯兌損失 但是當你看到 升值為匯兌損失 當你開始看到貶值的時候 站在所謂的會計科目來講的話 它會有回充的利益 就是說第二季任列損失 第三季如果台幣是貶值的話 比當初還要貶的話 往上的話 好 比當初還要往上的話 當初還在這裡 現在往上的話 那它會有什麼 回充的一個損失 回充損失變成一個收益 這時候基本上 對這些公司的財報來講 會是一個短暫的利多題材 所以接下來可能大家要關注的是什麼 當大家看到台幣貶值 外資測出勢利空 但是我們透過技術面分析 我看到的是利多 因為我們除了這個 基本經濟學上面講的之外 好 那技術面到底這些裡面有沒有人 注意這個議題開始進場呢 好 我們從股價來看 紅海 嗯 還好嘛 跟大盤同步 好 那我們來看 欸 華碩比大盤強一點喔 再來 紅積 哇 今天LINE跟長紅了 確實比大盤強喔 好 那再來還有什麼 人保廣達 那我今天要談 人保 來 我們來看人保 人保也是一波修正 外資賣賣賣賣賣賣 修正到年限了 年限 好 那我現在要看說 它在下跌的過程當中 量就是這樣子 好 一次賣 一次賣 沒錯 但是賣的過程當中 量縮了之後 在這個年限附近 出現了這個叫什麼 一根長黑 再一根接近十字線 再拉紅棒 它叫做什麼 曾經十字 所謂的曾經十字 叫做在底部是一個反轉信號 也就是說 接下來它要做一個反彈了 接下來它會是有一波反彈 重點是那個量 這個量 我們來看今天大盤的量 今天大盤的量比昨天少對不對 對喔 真的比昨天少 但是它既然比昨天多 那代表了是不是有人在關注 我剛講的一個台幣貶值 其實有利出口 有匯兌收益的這個題材 已經有人開始關注了 所以你現在不是在關注第一波的 第一波我們準備要反彈上來 明天給我開高的話 要早賣點的 現在要關注第二波的 還在底部的 我們要搶很多的 在底部的 好 像這個股票就是這樣子 這個型態 我們透過技術分析 可以知道是這個型態 那當然就是說 它回測年限之後 當然上面有壓力 只是說你該怎麼做 這個價差 你要手腳要快 手腳要快 這個股票很好做啊 隨隨便便都是兩成嘛 只是重點會不會做 這個問題存在 丟給你 好 再來 廣達 廣達更刺激 今天雖然有破低 破低 好 最後收腳起來 最後收腳起來 這樣的型態 拉一根長紅 來回檔三四天 它是什麼型態 叫做上升三把型態 所謂的上升三把型態 就是說它這個高點 會拉一根紅棒上來 上來的話 很好奇 當它拉這一根上來的時候 會形成什麼型態 當它拉這根紅棒上來 會變成一個短底出現 會短底的話 基本上你標榜這裡 你要注重風險 不是要追高 剛好它在組短底的時候 它會用短底去保護它的股價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 這樣股價上來的時候 基本上你會比較安全 所以我跟大家建議說 很多股票 第一波我都跟你講過了 現在我講第二波 你要注意這些外幣 台幣貶值這些受惠題材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 昨天拿這份資料 你不知道怎麼操作 所以你的手腳要快 那到底該怎麼做 我等一下我第二段話跟大家講說 你應該 該怎麼去應應接下來的行情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來 等一下喔 喂 為什麼最近公司通訊使腳這麼多啊 沒辦法啊 基地台又被拆了 媽 什麼事啊 我們去修基地台 要沒帶 手機要沒通 我快擔心死了 來期通訊設備嚴重受創 各家電信業者 正在經濟搶救當中 欸 你怎麼來了 你的手機都打不通 我跟媽都快擔心死了 爸 基地台 電子坡 危不危險啊 我們的基地台 都符合國際和國家的安全標準 安心啦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固德投顧都有期貨 股票 雙正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勿惠資情專線 02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正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情專線 022-2578-3000 2578-3000 最挺你的投顧 固德投顧 頭痛 請用五分鐘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負了是倒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 擺有 最記憶啊 先用記憶 五分鐘 十月份是第四季 第四季的一個剛開始的月份 我相信在第四季之前第三季 你的股票做得如何 我相信你現在都在 為你現在的股票在煩惱說 接下來該怎麼辦 怎麼處理 我一直在想 我高老師一直在講 一直在想 我如果透過節目來解盤給你聽 透過傳承稿來告訴你方向 透過送資料的方式來幫助你 我覺得一直不夠 我覺得一直不夠 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我在20年前的時候 我踏入這行的時候 雖然家人反對 但是我覺得我對這行就是有興趣 我對股票的分析就是有興趣 所以我碰到一個好老闆 他就說 好 你這麼有興趣 重點是那個興趣跟那個決心 你有的話 他挺我 他讓我去上很多的課程 甚至拿了一筆錢 讓我在股市當中去做一個操作 學習怎麼操作 那個老闆就挺我 挺到底 他就說一句話 我挺你 挺得低 這句話真的 我受益良托 而且我印象深刻 就是因為他的這個動作 他的這一句話 造就我20年後的我 我能夠在這裡幫助大家 我說到的分析師 有他的社會責任在 而不是為了 我看他收會員 趕快收會員 然後為自己盒包打算 不是這樣的 分析師不是這樣的 分析師有職責在電視上 要告訴大家買賣點 不是一味的 看好一味的往前衝 一味往前衝 基本上那是屬於 比較看不懂行情的人 他是為了要做你生意 不過基本上 我還是秉持我的原則 我是有社會責任的一個分析師 我在這裡 如果有人需要我幫忙 我義不容辭 因為當初我那個老闆 就是挺我挺到底 就是因為他的這一句話 讓我造就現在這樣的一個成績 但是你一定要認為說 到底你學得好不好 就要去在股市當中驗證 這一段時間你看我的節目 華雅科 當初我跟你講 技術分析真的可以告訴你說 這裡不要失去理智 這裡是個量價背離 它是一個賣點 當然叫你去放空 叫你去放空 當然是你會怕會不理智 你當然放空不下去 因為大家都想要買股票 但是當真的跌下來的時候 當真的跌下來的時候 大家認同放空的時候 但是我還是要透過技術分析 讓我不被受到市場的情緒有影響 所以我看到這個現象 我會說我不會叫你在這裡空 我就要在這裡把空單回補掉 因為它要反彈上來 那反彈到哪裡 我們自己要事先能夠透過 股市氣象台能夠知道說 它會反彈到哪裡 因為它量來了 我們知道它還會漲 那它有沒有漲 它就漲給你看 因為畢竟說量增價行 量仙價行 量增價行 這個理論是對的 那你就會一一驗證 所以你華雅科的人 我相信你這陣子不好操作 你為什麼不好操作 相對的就是說 聯發科我相信大家也是 當我在跟你講說量价背離 這個大量低點會回撤的時候 大家不相信 因為它沒有跌 不相信的原因是因為它沒有跌 所以你不相信 永遠要等到跌下來的時候 你才會相信 但跌下來的時候 我有告訴你 空頭力竭 年限抵抗 不要做空 會反彈 有要反彈上來的 最後它有彈上來吧 最近你也看到 甚至明天開始你又看到它 它往哪裡漲的時候 你低點沒買 那你要去買那個高點嘛 你要注意這個風險喔 我一直強調的是 低檔通常是你不敢買的時候 當反彈的高點也是你害 你非常樂觀想要去買的時候 所以說我送你這份資料裡面 買賣點給你 你可能不太會用 真的啊 就這樣可乘 每一次的高點 我告訴你說量價被移到末端了 要跌了小心 你也不相信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看到現象 你一定要看到 真的跌給我看啊 真的跌下來了 好跌下來的時候 當你認同的時候 我會跟你講踩個煞車 因為畢竟這個量來了 我們要從量價關係來看 它有反彈的機會 它最近也反彈了 沒錯嘛 所以你要每一次的轉折 買賣點 一定要透過技術分析 好好的掌握 好好的掌握 我相信你可能認為 你自己也很厲害 你會做 但是股價表現跟你的錢 放在證券公司裡面的交割款 會變多變少 那是最實際的喔 但很實際喔 你有沒有變多 這半年來你有沒有變多 如果你有變多 恭喜你 厲害 繼續保持 如果沒有 變少 那你思考一下 是你的方法不對 是不是你的方法不對 你的方法該怎麼改變 我還是透過 你不用去聽什麼內線 我認為好好的把技術分析學好 重點是你要把自己的情緒掌控好 如果你情緒掌控不好 你怎麼 接下來在股市上中 怎麼去把你賠掉錢賺回來呢 我不要講說你賺大錢 把賠掉錢賺回來你就阿彌陀佛了 因為接下來的行情不好操作 尤其在10月你要把握最後一個機會 那我剛講到了 我一直思考 我透過節目跟你講 把每一個事情每一個事件事先跟你講 存著稿給你看 資料也送給你 我一直覺得不夠 為什麼不夠 因為投資人 就是這樣 看到跌的時候你就怕 不怕 不怕才怪 跌的時候怕得要命 怕得要命 長的時候叫你不要買 叫你不要買 你理都不理我 你還拼命要買 這就是一個你想想看 你是不是有犯這樣的毛病 所以我說 投資朋友有一些習性是 沒辦法一時間改變的 那要叫你學基督分析 我也覺得你也會說 我哪有這麼多時間啊 你會說看一些軟體 軟體裡面的指標是落後的 人是活的 軟體指標是死的 我們人怎麼去用用它 要靠人的判斷 所以那些指標基本上是落後的 你等著看 當長上去的那些指標開始翻多了 很多人就開始翻多了 好 未來也是 當下去的時候 他還在看好 結果我跟你講說 裡面現象會事先告訴說 你要下去了 因為指標是死的 人是活的 我們人一定會從裡面的現象結構 去看出領先指標 這才是一個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 我今天跟公司講說 我個人公司成立的時候 我跟董事長講說 董事長你要挺我 你挺我 因為我想幫投資朋友 因為這是個社會責任 當初就是有一個老闆挺我 我現在就是抱著這個精神 我要挺大家 所以我跟公司談說 好 10月份啊 我應該說我自掏腰包 10月份我們都不算 我們都不算 我送給你 我自掏腰包 10月份我都不算 我送給你 現在是10月2號 還有28天 但是你少來一天 你就損失一天 沒錯吧 好 請聽好喔 這是我自己自掏腰包 跟公司爭取的 我挺你喔 我挺你喔 接下來看你要不要自己挺自己的 你如果要跟自己的財富 過意不去的話 我沒辦法 但是呢 如果你想把握這個機會的話 我說到這個自掏腰包的動作 基本上來越多我損失越多 所以說我只開放三個名額 聽好我只開放三個名額 這個三個名額 如果為了你的財富著想的話 你用搶的也要搶到你知道嗎 就算再晚你用搶的也要趕快要搶到 所以等一下電話中的機會 你就要把握住 趕快去搶這個名額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謝謝你的幫助 讓我們有一個溫暖的家 想幫助別人 卻不知道該怎麼做嗎 提醒您 多的空屋可以透過租屋服務平台 租給有需要的人喔 不僅可以免費張貼租屋訊息 最高每年還可獲得1萬元的修繕補助喔 目前已有6個縣市 加入租屋服務平台的行列 請上網查詢詳細說明 租屋服務平台 愛屋及屋一起來 內政部營建署關心您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獲得投顧 都有期貨 股票 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咨詢專線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振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咨詢專線02-2578-3000 2578-3000 最挺你的投顧 固德投顧 頭痛 請用五分鐘 下沙下沙 只要四折 風天雷買一送單感 回饋大放送 昨日起參加風天雷終極食物